台股新攻略 帶您掌握 全世界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同步驅靈淡老師 感謝您每天準時的收看 也感謝大家都給我按讚跟分享 老師很感動 當然因為假日就沒有空了 投資朋友發現說 我假日幫你留言就比較少 當然我就趕在 大概禮拜五那天的 8點左右趕快之前趕快幫你回覆 但是還是感謝大家 有個愉快的這個假日的話 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個假日過程當中 台股美股美股的這一些相關事情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禮拜一跟禮拜四是財經急診室 今天禮拜二 因為我們多休了一天 這個勞動節 禮拜四頂泰豐台股 剛剛才錄好了 那當然就禮拜 禮拜四是個綜合日子 就是聯組合綠率會議決策 那禮拜五一大早又是蘋果的財報 好 那禮拜一到禮拜五的台股新攻略 是你每天看的 今天一樣 跟大家拜託一下 按讚 加油加油加油 你給我按讚就是給我加油 我一定會想辦法回饋給你的 好 記得喔 按讚喔 按了沒 按了沒 要按讚喔 好 那不要硬拗 現在美國股市到現在都是最重要的關鍵點 好 那 先看這一個 道琼他並沒有創高前面的高點 那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 聯準會的綠率會議之前 因為大家會猜 目前就是 大概是升級硬 所以不會再強力升級的 那一個狀況就是說 聯準會那個傳聲筒說的嘛 他說 這個 他可能會議跟大家講說可能要暫停升級 那這個是利多嗎 如果這個是利多就漲上來了 有沒有 那因為大家市場上都這麼說 所以 如果 股票上就很奧妙 如果你照元崩不是升級 然後說匯後不升級 那利多就出境了 事實上聯準會 反應你聯準會的內容 市場上也是知道的 所以 聯準會的利率政策 通常 還沒有決定之前 股市是 是漲上來的 是漲上來的 那都不是好事 因為已經反應過了 那如果漲上來 那利多就 都按照這個利多出去就跌 問題是跌了時間點 來到5月份 那就很壞的壞 不是歐洲壞的壞 那就相當不好了 為什麼 因為5月份就進入波段了 空投慣性的時間波了 這樣懂意思吧 好 那當然 美國兩個月 兩個月 少一個月 兩個月倒了三家 去銀行 那這家會 這已經倒閉停牌了 被摩根大通收購去了 這個是最後壹家嗎 那有矽谷銀行 矽谷銀行是最後壹家嗎 後來一個簽名銀行 簽名那個 簽名 Sign那個 簽名銀行 也倒了 那大家都沒有事了嗎 要跑出壹個 壹個 第壹共和銀行 那目前呢 我比較精確地算一下的話 還有大概10家左右 那這個不會漫延嗎 然後這個倒閉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聯準會的利率一直在高點 讓它倒閉了 那這壹次在升息壹馬 而且利率維持高點 你可以說我不升息 可是你利率一直維持高點 那這些陸續的事件有沒有 會不會再來呢 這很奧妙 那現在美國政府都不自己 都自己不救 都找那個大銀行 美國 它是復國銀行 之前傳達復國銀行 還有那個 美國銀行 這個倒閉 上個禮拜在那邊 第一根倒閉的時候有沒有 就已經在講說這幾個 麻煩妳來救一下 結果最後呢 他們都不吭聲 天下 天上掉下來的刀子 有了這個瑞士信貸 對不對 你不知道呈現它的那個不良資產 一堆啊 有瑞士信貸 瑞士信貸去年出問題 不是阿拉伯 最大的一個主權基金去買它嗎 後來被批評了 因為後來跌一大段 差點又倒閉 倒閉之前那個 瑞銀 瑞士信貸跟瑞銀是不一樣的 瑞銀 瑞銀現在是叫瑞士國家銀行的 瑞央的啦 好 那瑞銀去救它的 每次都有人救妳的到底有多少 這個洞到底有多大 有沒有 這個跟利率 利率決策有關係 妳雖然是說我只升級硬嘛 可是妳的利率抬高了 那信貸市場 借錢啊 更難 妳越倒越多家的話呢 那個銀行本身要放貸出去 也會怕 所以 我跟妳講 讓它自由落體股牌 早兩個月那個矽股牌 一次倒完的話 妳現在 過了兩個月的 今天妳準備要享受 長線大多頭了 妳把它拖到現在絕不是好事 因為妳的利率 還是在高點啊 妳通膨還是沒有降下來啊 妳只能說我不升息 那如果呢 不升息只能說 市場上平靜對待 那突然間降息呢 暴跌 今年就是 就是大家在講那個 經濟會不會衰退 突然間降息了 所以馬斯克也是天才 還叫聯準會降息 可是妳一降息的話 就表示聯準會 確認是衰退了 就進入降息循環 降息循環剛開始 連三到五次股市都是跌的 只有第六次才貌 因為降息的效應要半年之後 懂我意思嗎 一樣 那標普無外指數有沒有 好 本週FED的聯準會的利率決策 還有呢 蘋果禮拜五 禮拜四早上是這個 禮拜四的凌晨 他 2點 發佈決策會議 那禮拜五的第2天 第2天喔 禮拜五的早上是蘋果季報 那這個就利空出境嗎 漲上來 漲上來囉 是利空出境嗎 還是 短線利多出境呢 我們先說短線 問題是短線如果跌一個月的話 都麻煩啊 就進入五月的空頭慣性 那一樣啊 五月跌的話大家就想到什麼 五窮六絕了 我以前跟大家講過 五窮六絕 五月份六月七月份如果八月份 幾個月漲升上來 當然不會這樣漲 他一定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漲上來之後 表示說五不窮六不絕 那你現在五月份開始跌 然後越跌越重的話 就表示說真的五窮六絕 那這今年的真的五窮六絕 就叫做經濟衰退 股市是靠合理的推論的 我們希望 帶領投資朋友不是在那邊 軍工今天漲上來 然後 今天滑成 不要再講 那你漲進不了多少 懂我意思嗎 股市如果你是長線的投資者 你看的節目應該是對你 本身有幫助的 所以我值得你幫我按個讚 我所有講的東西都合乎邏輯 好我們今天一定要看這個 叫黑天空直播連長好街 上個禮拜就創新高 前幾天上個一週之前就創新高 那當然禮拜五啊 上個禮拜五有沒有 它這個又是一年來的高點 那去年一整年的高點 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三月份的時候 二月三月的時候 它的高點是145 但是去年的這時候一整年嘛 今天五月五號就是去年的五月份 它的最高點是 已經過了嘛 來到138 同樣這個138跟145相當接近 那我說過吧 黑天鵝指數它就是 空單很多 而且這個空單 大咖在空的 重要的法人 在空單 那股市不是漲嗎 所以叫偏邪子 原來的名稱叫偏 偏邪是歪歪協議的邪叫偏 偏你的偏你的 因為你空單多可是 這個 這不在漲嗎 這不是在漲嗎 你空單那麼多 對不對 空的人 這時候就是擔心 未來的前景 所以它跟市場上是背離的 照理說你在漲 空單應該沒有 多單 應該很多 可是它顛倒了 比方說 市場上有 重量級的人士在跟你講說 不太對勁了 那為什麼挑五月份 就是我說五窮六卷如果不對 所以它就是中 強線空頭了 你不要以為這兩天指數漲 前天跌你怎麼不講 這個很有用 投資朋友曾經問我說 老師那個歷史恐慌指數 也是根據S&P 編列出來的 我說那個是 標普漲它就漲 當天就漲 標普當天點它就跌 所以它沒有 它是跟隨的 它沒有什麼預測價值 這個卻有預測價值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個重要的時間點 通常它創新高 你看這個矽谷影響之前 它也先漲一波 之前前幾天上個禮拜曾經拉回 它也是先過小高點的拉回 那現在不斷的創新高 如果來到 過了這145的話 那真的是大很麻煩的一件事 因為去年過了145的時候 二三月份的時候 當然更高是160 在前年 前年的時候 高點它之前它就出現了 那後來 它就像有個波浪 慢慢的 慢慢的彈上來 彈上來 表示不對勁啊 那市場再跌一次 不見了一定要過歷史高點 155以上才要歷史高點 所以這個很接近 你看 這裡有沒有 這很接近 那通常也推算時間 因為它這個地方就過高點了 注意看 那就是一個多個禮拜 那這個禮拜 創高點 通常在兩個禮拜 就會再反映到美股 你注意聽嗎 那你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之前就 那這個上個禮拜 禮拜五又過重新高 那表示什麼 下禮拜就要小心了 下禮拜就要小心了 就看它5月中 5月中的個空點 跌下來就是符合我們 時間波的標準的 也許在 選擇前裡面叫做Inner Monday 就進入Inner Monday 好 那這個也是啊 記報就看蘋果 蘋果 蘋果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看 費半呢 我認為只是反彈 因為它破了這個線都凹下來了 也就是說 等於破了季線凹下來了 200日移動品還沒破 不過你看這幾個部分有沒有看到什麼 這幾張有沒有看到什麼 它最弱 它最弱 所以你在台北股市啊 你上個禮拜五跟今天 跟今天禮拜二 試著它尾盤拉一下台積電 它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費半是這個樣子 費半才是台灣的命脈 跟台積電 美元長空 不用變了 市場上認為說 聯準會綠率會 它頂多就是升一碼 然後跟大家講說可能暫停 可能啊 我在講特別注意 它如果不講的話就很淒慘了 它說可能暫停升息 那升息一碼 然後可能暫停升息的話 對美元來講都是長空格局 長空格就比特幣 比特幣你看 有沒有 你不覺得 這個有點玄境 你看這兩個 這是這樣子 那比特幣是這樣子 所以 那費半就 相對的危險 費半危險 台積電就相對危險 你再注意看喔 剛才那個都創新高了嘛 這個標普什麼都創新高嘛 但是 費半卻這樣子 費半卻這樣子 那有沒有像 像這個 如果這個破限 他當然3萬過不去就要來探2萬5 2萬5破的話 事情就去掉了嘛 他本來就攸關 因為他本身就是 就是你要顯卡啦 這個揮打 那揮把創新高 因為期今 長多不變焦點在 本週的FED的立議會 重要的市場大咖都在 都在佈這個局 所以他只是橫向整理而已 好 那揮打呢 今年以來漲一倍 如果從去年低流要漲更多 那揮打呢 揮打的財報 要在5月20幾號才有 正確日期我下次再跟你講 5月20號過後 目前公佈的就是 揮打很強 AI 有沒有 微軟也很強 AI Meta也很強 AI 這個也很強 AI 所以我們先看到這個圖表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3天沒有過高點 你就可以空什麼 創意那一些 那因為他過新高了 創意短線不能空 3天5天沒過高點 準備空創意 但是另外重點是 他如果這兩天突然間大跌下來了 你也可以空創意了 那創意就連動什麼 4星KY 631的愛譜 我說那個廣東雞小金 吃AI 好 那再來 任何東西都有步驟的 微軟也是創新高 AI 那Meta也是創新高 AI 大型科技股 這幾檔大型科技股大漲 美國大型科技股大漲 都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早在去年就裁員了 所以財報變好 裁員成本降低 然後呢 還有一直在講AI 那亞馬遜呢 亞馬遜財報又於預期 但是他在那個電話會議 他們的法說有時候就電話 像財經營也都會這樣 電話講講就好了 只有提到12次利空解讀 他只有提到12次AI而已 所以利空解讀 那12次大概等於多少 一次按照 他電話大概20幾分的 半個小時那個電話會議裡面 以他內容來看的話 譬如說大概講了五分之一的AI 可是呢 這個啊 都講了五分之四 我要在AI怎麼發展 我目的看好AI Meta 講也是這樣 講我多好多好AI 當然講那個 法說內容五分之四在講 結果他只講五分之一 提太少 所以股價怎麼樣 下跌 那就是我說的嘛 原來 他們漲的原因是這兩個 先裁員了 早就裁員了 今年裁員最多反而是在船船的 迪士尼啊 裁了兩次的 大家都在船 3M有沒有 那個做那個那個什麼什麼貼紙 他做的東西很多 屬於驗那個都在裁員 大腐 今年才輪到船船 藍籌股在裁員 去年科技股下半年就開始裁員了 所以他們已經裁員了 成本降低了 然後一直在講AI 好 亞馬遜呢 又有一起 但是他只有講到12次 這樣就被利空解讀了 我跟大家講 這個本週五的財報很重要 那蘋果呢 卻在AI沒有講 投資朋友你要記得 全世界的 科技股就是以蘋果為主 蘋果不講AI 我舉例子看 以前剛剛還有手機 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之後開始 有觸控 觸控早就 蘋果還沒有推出之前 中國三星導入都推出 觸控了 但是呢 已經一兩年之後 觸控的股價都不怎麼樣 當兩三年過後 蘋果開始推觸控的話 觸控概念股才全面飆升 那你懂我意思嗎 當時創造出成孔上1000多塊 那蘋果現在對AI都 都安靜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這就這個4月20號 確實GPT問世 科技股全代拼AI 蘋果卻安靜了 因為 可是你看Siri卻已經過時了 它消失了 蘋果卻沒有講它 蘋果如果沒有攻這一塊 AI我認為 我們認為只是 還好而已啦 要蘋果願意 搞它它才有機會啦 我沒有講的內容就是這樣啦 但是蘋果呢 卻安靜了 所以它這一次 除了它那個法說會有沒有 公務查的那個法說有沒有 它提到了 也要叫AI 那當然就真的有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它沒有做的話幹嘛講 要講實話 那英特爾單季虧損創新高 這根跳上來收K棒 昨天呢 回補 回補缺口 缺口回補 明天再跌一天的話 表示這個利多完蛋了 就回到它單季虧損的問題了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切得到我們 我們國內什麼 3105 如果 這告訴我們說原來 你想要用那個虧損啊 股價去漲上啊 那是不對的 英特爾很重要 那亞馬遜是跟AI有關係 特斯拉就不用講 清帝在那邊賣股票 對不對 那茂蓮呢 馮高就是空嘛 清帝在那邊賣股票 就這一根就是這一根 我們就跌一大段 它不是反彈 有沒有 它不過的話這個就繼續空了 都有 創意呢 我跟大家講 慣性來了 輝打如果大跌 或者三天五天之內沒有創新高 創意就可以準備要賣 換空 或者突然間 這一兩天輝打中錯 創意可以賣走 就直接空了 他就這兩個 你要掌握這個慣性 你要掌握這個之前就是這樣 掌握這個慣性才能夠空到好的點 不然你會變成有一點凹空 不動的話對你也是浪費時間 這慣性來了 所以這個慣性 好那當然創意就牽涉到四星KY 同樣的操作模式 這個最爛嘛 跌幅很大 它都不上去 但是空這個弱者很弱嘛 那星光電工好 宰版 星光電工 它上個禮拜公佈 它的年報 去年一整年的年報呢 獲利創立的新高 我們宰版國不是這樣 去年年報都創立的新高 可是人家 他沒有講到第一季 他沒有講到第一季 那他對今年預測 這個禁力孔衰退56% 上個禮拜這一根 第二天呢禮拜四這一根 禮拜五呢過高 應該昨天 禮拜五 昨天過高 昨天過高就拉回了 今天也不怎麼樣 有沒有 他的禁力孔衰退 對他孤啊自己孤 禁力衰退 所以這個是騙人了嘛 留上眼線 這個啊 有沒有星星呢 星星創無薪假 去年禁力也是創新高啊 但第一季的禁力呢 減了 減了44% 那你看跟這個不是有一點 預渠通了 所以今天 那天過高今天就這樣子了 所以宰版不是這個問題 好那星星放無薪假 這是我聽到的朋友在那邊坐 他說 說原夢假 什麼假 好那放假的你要簽這個 員工要簽這個 如果不簽這個 說要放原夢假 當然就好聽了 原夢假不然就是五星假 你不簽這個的話呢 他準備要裁員就先裁 裁那個不簽這個的 這 產業景氣有問題啊 你有聽懂嗎 你要簽 他說原夢假就等於什麼 五星假 那你簽了之後呢 那你就 到時候休息就休息了 對不對 你至少你職位還在 但是你不簽的話 可能就被裁員了 可見景氣沒有想像 景碩呢 這個更扯 第一季公佈 上個禮拜五公佈的 摔得到 99 獲利衰退99%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要小心 今天伊菲甸跟著這樣 其中漲漲上來 他明天那如果 就沒有漲了 就跟這個一樣 就跟這個一樣 那當然 就不用怕了 這空單就繼續 有沒有 然後呢 他只公佈營收 還沒公佈獲利 他營收是七劑新低 他們都公佈了 他們都公佈了 公佈盡利第一劑的獲利 他還沒有 他只公佈營收而已 不過這好到哪裡 所以他沒有公佈 就裝模作樣 就漲上來 那如果真的公佈了 或者明天伊菲甸 開高就走低了 不是又是空點 我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包括 星光電工 上個禮拜大漲的原因 但他們講的 所以今天漲不上去了 文貌呢 為什麼虧損Q1K要準備空 為什麼 我跟大家 Intel如果 回補那個缺口了 虧損 嚴重 但是 漲上去 又回補缺口 把這個題材 這都算半導體 這題材的半導體 這個是騙人的 表示說 得宜的 台積電 庫存真的是很嚴重的 宏傑科 這也是都 掛納加熱 台上的就是空 我們就準備 這兩天準備這幾支 準備這幾支 因為他們都 都不怎麼樣的財報 那安申美很意外 他財報是不錯的 但是會不會收到 你公布的財報 但是 接下來的庫存都是問題 所以他漲不上去呢 對不對 這個就 這個還是小漲而已 但是反而他跌身就要反彈 那這個呢 也沒什麼漲 就在這邊區間震盪 位階高就是眷空 所以這沒什麼 我都把對照 好 那航運股呢 日本第一航三 頭部早就成型了 那 那個CFY有沒有 閃樁集散有沒有 這個上個禮拜 一口氣大跌的3.6% 美西線那個運價暴跌 運費暴跌 所以他今天破線了 你注意看這兩個有沒有很像 這兩個放大的問題 有沒有像這樣 有沒有很像 我再比一次喔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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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樣這樣這樣有沒有很像 他們兩個最像 所以我很喜歡 比這個 日本 這個油船 他大到9101JP 9101 很好記喔 9101 有沒有 頭部就成型了 所以今天破低了 頭部都出來了 沒有沾上季線 價錢值得最後還是沒有沾上季線 告台積電最後拉那個 兩塊錢 那台積電呢 還是破季線還是破月線 那西華呢 這是我們空啊 空到這裡還都不用想他啦 我就不再拿那個 那個那個 日本那些股票啊什麼 金空愛卜聖 他都不怎麼樣 那華新呢持續捲空 就空在這附近而已 好 漢信呢 我剛才跟你講過什麼 61 那個那個 那個比特幣 不怎麼樣 當然拉高就繼續空 所以 這些東西當然我們還準備要 比如被動元件啦 矽晶圓 這都是我們下個選股要放空的標的 因為 這些產業我們在 在我們盤中都看到 日本股他們都不怎麼樣 這兩個產業都是 亞洲地區 日本跟台灣最強的產業 日本是最第一名的話 如果股價跌下來 我們就準備要空這兩個了 矽晶圓被動元件 好 新的一輪空單 準備好了 準備好 電話在這邊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你終究要參加我的 為何不現在就參加 原因什麼 因為 這一輪空單很重要 那這一輪空單就是要牽涉到 今年是不是中長空 那這個五月份是很重要 再講一次 五月到九月是這樣 當然不會拉高這樣慢慢走 就進入中長空 所以五月重不重要 那這個電話重不重要 那你終究要躲過這一次 你才有大 大行情的話 所以你終究要參加我的 不要考慮那個會期的問題 因為根本沒有問題 沒有讓你賺錢 我就繼續幫你服務下去 電話在這邊 電話在這邊 台股新攻略 最後要祝福你 但是一再強調 不要忘了你的讚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以往前七下部保障委來獲利 且於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件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寫嫌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